全港首歌長者管賢樂團 奏起筆勞音樂夢 就得此無此樣 大家一定猜不到 這個全港首歌長者管賢樂團 成立只有一年 39個團員佳麗 有幾百歲了 年紀最大的是這位87歲的小提琴手梁派 一個最大的得益 我懂得了一些人生的道理 從事建築工作的梁派 18歲開始學拉小提琴 一玩幾十年 可惜後來年紀大 記憶力衰退 加上一起玩音樂的朋友相繼去世 他不想賭蜜絲人 索性連小提琴都扔下垃圾桶了 直至一年前加入由東話籌辦的長者管賢樂團 整個人開心 今年五十多歲的Betty 是樂團的敲擊樂手 退休前Betty曾經在紀律部隊擔任指揮官 一直很想玩音樂 可惜又要照顧小孩煮飯 夢想被迫放下 直至退休後 他由零開始學玩敲擊樂 一玩上癮 乘地鐵都顧著打拍子 這個叫伊大調合奏團的長者樂團 由成立至今 已多次去老人院和商場表演 9月3日將會在演藝舉行首場音樂會 想欣賞一班長者的投入演唱 記得去買票 戰略 活動 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